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读的马尔谷福音 最后一章这一段 有一句话一直重复 他们不信 在这一小段里重复了三句 耶稣复活以后 想象给玛利亚玛达雷纳 让他去告诉其他的门徒们 那时候他们都在哭 他们听说耶稣复活了 而且想象给这位父女 他们不相信 后来有两个人 回厄马屋那两个门徒来了 告诉他们 还有一些人不相信 最后十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耶稣责备他们 不信自己复活了 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 一次又一次地显现 耶稣救合我们的心应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一个主日 一次来参与弥撒 我们听道理 我们来祈祷 我们来祈祷 我们的心 是不是比原来软了一些 不一定 我们的信心对耶稣 是不是更增加了一些 不一定 可是耶稣看我们 没有多大的变化 是不是就放弃我们了 算了你们这一群 朽木不可雕的人 不是耶稣还继续来 继续来 他来召唤我们 不断地继续给我们说话 这就是耶稣 明天教会 规定为慈悲主日 特别让我们看天主的慈悲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天主的慈悲里 慈悲是什么 天主的仁慈 天主的宽恕 天主看到我们错了 他仍然像一天一样对我们 我们就没有那么慈悲 我们平常理解这个慈悲 是什么意思啊 看到一个要饭的 看到一个人遇到困难了 我们同情他 说这个人心特别好 特别仁慈 天主的慈悲 其实就是天主的爱 这是一个意思 特别对我们罪人 那就叫慈悲 天主爱我们 我们还是那样子 我们还是跌倒 我们还是伤害他 他还爱我们 一次一次原谅 这就叫慈悲 上主你以慈悲为怀 缓于发怒 这是我们的天主 要是发怒 早把我们发死了 有人说天主 别老讲天主的慈悲了 神父 你越讲 好像人们越犯罪 你就讲天主的公义 犯罪 天主就罚 那人们就怕了 人们就改变了 事实上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一个是 本身天主不是这样的 天主是慈悲的 我不能天主不是这样子 我跟你们讲 那样子有一点是异端 当然严格地说 可能断章取义 强调了那些不是主要的 或者更确切地说 误会了真正的天主的面容 天主就像 看这个蜡烛没有 这是一个玻璃杯里放着一只蜡烛 我说这个蜡烛是亮的 没有错 如果晚上没有灯 这里亮着 没有错 如果说这个蜡烛 很漂亮 也没有错 说这个蜡烛在杯子里 也没有错 这个蜡烛找了一半 也没有错 从各个角度 各个方面可以来描述它 天主同样 天主是慈悲的 这是天主的面容 我们讲天主是公义的 事实上跟慈悲并不是矛盾的 我们以为讲天主是仁慈 都是天主我们犯错 天主根本看不见 犯不犯没关系 天主无所谓 反正他也不疼也不痒 所以他就一直那样子 这个不是天主的慈悲 天主的慈悲跟公义是一回事 为什么这样说 天主是公道的 他知道我们人很可怜 我们人那么有限 我们在天主面前 说句难听的话 连一只蚂蚁在我们面前都不如 连一个小细菌 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的一个细菌 在人面前都不如 不 不是这个意思 每个人别看跟天主的距离差着无限 但是我们在天主眼中 天主说就像他眼中的同仁 就像他的心肝宝贝 我们一受苦 他马上牵肠挂肚 你看一下子 刚才说我们小的那么可怜 跟天主的差距那么大 不值得他生气 不值得他看我们 他根本好像看不到我们 事实上另一方面 我们占据了天主全部的心 每个人在天主眼中 每个人在天主眼中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你 这个世界就不圆满 所以天主造了你 每一瞬间 每一刻 天主爱着你 眷顾着你 这个是我们跟天主的关系 我一点都不夸张 这是我们的信仰 我不是为了哄你们 为了安慰你们 我这样讲 这就叫福音 福音是好消息 今天你们来参与弥撒 你们可能不是去超市 听到鸡蛋几块钱 已经减价处理 什么其他的东西 你没见过的很便宜 卖给你 在这里神父不卖这些 神父要告诉你们的福音 是一个你被天主爱着 无条件的爱着 你犯罪 他每次宽恕你 他是公义的 公义的意思 他是知道你很可怜 你会跌倒 他原谅你 公义的是知 你是他的孩子 他是爸爸 他当然要原谅你 必须要原谅你 没有别的选择 对不对啊 公义是这个意思 你们不要以为公义 那就是就等着罚你 这是天主的公义 那个是误会了天主 天主不是这样 他是爸爸 他要是罚你 还是不是公义的 还是不是 不是 哪一个爸爸看到孩子犯错 可能 可能喊你几句 去面壁 思过 今天晚上不吃饭 他是恨这个孩子 还是爱这个孩子 有时他给一点小处分 让你去反省 但是深处 在内心深处 他是出于爱 甚至说话很难听 我真想打死你 说是说下不了手 要打死 那就真的 打完了还后悔 本来说 你死了吧 真的 还是走了 到处的找 哎呀 怎么我那时候 那样说他 等等 是的 所以我再回到 刚才有人的建议 说神父 多讲天主的公义 少讲天主的人词 你看人家都不怕天主了 我们怕着天主 我们不能爱天主 我怕他罚我 天主不要我们怕他 他要我们 因他的爱而感动 每天我们活着 像孩子跟爸爸这种关系 像跟好朋友一样来往 天主希望这样 创世纪 天主造了人 圣经上用这样一句话 他们每天在乐园散步 有这句话吗 对 这是天主要的 他把人像朋友一样 像孩子一样 像家人一样 我们在一起 这个是天主要的 不是我们怕他 后来亚当和厄瓦 躲到树葱里 他们怕了 天主说 亚当你在哪里 出来 出来不是 这个手提着棍子 出来 啪就一下子 不是这样的 天主要找他 这时候的亚当 心谁不安 对不对呀 这时候的亚当 他很痛苦 他自责 他害怕 他难过 需要天主来找他 让他平安 来晚了 赶紧坐下 找个座位 坐下 不要来回跑 所以呢 是这个意思 天主来找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说这话的人 我自己不敢这样说 我要讲天主的公义 好像犯罪的都是这些人 神父要给他们讲 叫他们悔改 你看他们多么不好 都不听 一方面有一些道理 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天主的人词当中 如果天主要罚这个世界 可不是罚这些人 除了我罚你们 我们谁都站不住 上主 你若细查人的罪孤 我主 有谁能够站立得住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天主的人词 所以弥撒一开始 我们就说上主求你锤炼 基督求你锤炼 可怜我 我在你面前我不配 求你可怜我 求你原谅我 今天很多次我又跌倒 求你不要看我的过分 但看你教会的心得 什么是教会 教会的头是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伸着手 在祈求父 教会的身体 首先有玛利亚 有祝圣 所有的圣人圣女们 他们为了爱 牺牲了自己 全部奉献了 这是他们对耶稣的信和爱 不要看我的罪 但看你教会的心得 你们听过这句话吗 每次弥撒中 神父在这里祈祷 不是跟你们一起念玫瑰经 而是耶稣借着神父 再向父祭献 所以有一句话提醒我们 上主不要看我们的罪 看你教会的祭献 教会的信心 我们来到这里 所以我们每次参与弥撒 是跟耶稣结合 是跟耶稣一起奉献 我们藏在他后面 他为我们祈求父 来改变我们 更新我们 耶稣的人词 明天是慈悲主日 这个是圣教宗 荣保罗二世定的 福田那修女 慈悲的耶稣 显现给他 让他传扬这个信息 天主是慈悲的 教宗为他列品 列真父圣人 到后来列成圣人 而且把这个主日 定为天主的慈悲主日 让整个教会记得 我们需要活在 天主的人词当中 没有人是好的 可是天主爱我们 这个主日就是 让大家记住这个信息 教宗一辈子 宣扬天主的慈爱 等他死的时候 正是在今天晚上 就是慈悲主日的 前一天晚上半夜 教宗去世的 他自己首先进入到 天父的环保当中 你看天主的爱 所以让我们感恩 我们今天能够 又一次接替耶稣 耶稣爱我们 给我们说话 他接纳我们 他愿意我们每个人 认识到他 为我们死 他为我们打开了天父 慈悲的面容 那是天主真正的面容 再没有别的 阿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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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